大家好,我是莫克森,今天我用朋友的要求介绍一下摄像头 就这个东西,我给它安在这个空调上面了 这样的话它可以俯瞰我整个房间,视线是最好的 本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摄像头嘛,就是比较常见,比较普通 不过安在家里呢,确实是现在非常方便 我呢,主要是看小鸟,看这些花啊,鱼缸啊,这些水位 然后不同的家庭啊,有不同的需求 你比如说你家里有老人啊,你出门以后不太放心 你可以安在这个东西,随时看一下 然后家里有小孩,也可以安一个这个东西 确实呢,也很有帮助啊,我在网上也看见过 有很多那个保姆啊,对孩子不是很尽心 甚至有一些挺恶毒的啊,有些孩子啊,本来好好的 结果他去了以后啊,故意给弄死 我当时看这个消息都很气的,因为给他的工资很高 而且他还被评为什么金牌保姆 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些机构是怎么评出来的 有一些是怪犯,所以说这个监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没这个监控,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 有一个,我在网上看见有一个这个母亲 他通过监控,看见这个保姆呢 拿一块毛巾,盖在这孩子这个脸上 那孩子不行啊,他自己不会把这个毛巾弄下去 亏了他母亲,即使看见了 后来,据说是只赔了点钱就了事的 我觉得这是故意杀人 当然这些不好的话题我们就不谈了 但是这个监控呢,确实是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啊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有很多朋友关心啊,你不回家看看你的小鸟 我说按了监控以后啊,每天都看 这个监控的功能还是很多的啊 它可以语音对讲啊,然后像这么大的房间啊 可以360度的,无死角的,每个地方能看到 而且推进的这个效果也不错 我小鸟很喜欢,看的也非常清楚 再一个呢,就是它有一些什么 报警功能啊,人形追踪啊,这些我都没用 你就像我们出去,自驾游,到一些景区 有监控的地方就会提示你,易近游邻区 怎么样的东西,怎么样 这些功能呢,相当前的这些监控全都有 而且我这个监控我看了看,夜视效果啊 也非常不错,非常清楚 和白天的区别不是非常大 在这边我比较满意 而且买这么个东西也不贵 200块钱左右,就OK了 这是解决大问题了 然后它里面啊,有芯片 是三个月,这个循环管用的 你可以随时看以前的这个录像 反而也可以这个花点钱 云上传,让人家给你保存,也可以 一起来看看这个实际使用效果吧 现在打开摄像头 这样大家都能看到我了 这个稍微有点延时 但是小鸟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然后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卡顿的感觉 但不是非常明显 它那个摄像头是500万像素的 把镜头推进了 室内一二十米的距离啊 看的就比较清楚了 我的小鱼也看的比较清楚 然后这些小鸟的叫声呢 也能听见 这个就基本可以了 包括下面鱼缸的水位 都看的比较清楚 所以总体而言,我是比较满意的 它那些闯入报警啊,这些功能我还没试 这个隐私遮蔽我也用不着 然后双向语音对假我试了试,还行 那么好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在这里,再见